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竹林 來 感謝歡迎我們今天命運老師 首先歡迎黃佑福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新年恭喜 萬事如意 恭喜 恭喜 來 繼續歡迎艾菲老師 大家好 祝福大家 火年行大運 虎虎生風 今天歡迎李行老師 大家好 祝大家五福利門 事事順心 來 歡迎我們幾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張維中老師 呀吼 虎虎生威 威政八方 祝福大家 你嚇我一跳 我以為郭富城來了 真的 是的 就是郭富城 對你對你 愛愛愛不玩 好可怕 下一位 來 接下來歡迎小優 嗨 大家新年好 好 千塊萬塊來喔 來 接下來歡迎維藝 大家好 新年快樂祝大家 如虎天意 真的 新年要來 新年的時候這種磁場很重要 我們找對方法 讓我們轉運要再轉運 轉起來 對不對 對 山不轉 路轉 不然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我們智慧要來轉運 對不對 真的 對 我們要幫助我們的 好朋友 維藝 有 好很多 你有筆記起來好聊嗎 有嗎 中文學的嗎 好蠻多的 而且我們今天 今天特別請幾位老師 要特別幫你們一下 之前太慘了 好青年 好男生 很單純 很老實 可是有時候人生 張老師你說是不是 是 人有時候太善良 太單純 也是一種錯誤 善良的人 最不懂得保護自己 我們都好心疼喔 辛苦這條路 維藝之前投資失利 你那時候總共欠多少 到現在已經還差不多 現在還欠了一百多萬 那個時候快四百啊 快四百萬 然後我覺得也在去年的時候 人生滿多的轉變 就是想法也有轉變 所以慢慢的去 不同方要去努力 然後滿滿還 現在大概剩一百多吧 天啊 然後說也因為疫情 其實好多觀眾朋友 也都店都收掉了 是 好多那個店 就裝潢了幾百萬 真的 要頂也頂不出去 直接就沒有了 沒辦法 然後很多店就收了 你的便當店還好啦 便當店也收了 收了 但是還好就是 我不像那種大店 你真的砸了一大堆錢 還有人事什麼 我聽得好心疼喔 可是還好就是 這中間有聽起來 比較心酸的地方 但後面也有轉機的地方 因為我這間店那個時候 做了一些考量 因為在疫情的時候 真的影響滿大的 但我們好處是我們沒有 花那麼多錢裝潢 然後也沒有 我們都是自己做 小小的 對 小小的 然後自己做 只是那時候考量 在疫情期間 大家 那時候真的影響滿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也有 下半年的一些規劃的 時間的規劃上 那決定說 跟股東討論 覺得那就是先 止血好了 不要繼續 就是傷下去 所以 做了兩年 其實成果還不錯 但是就 健好就手 先停損 那後來我剛剛說的轉機就是 因為在兩年前 認識了女朋友 然後現在已經變老婆了 求婚成功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轉變吧 然後認識她之後 我有一個 另外一個創業 弄了一個電商 做寵物相關的東西 寵物的零食 怎麼會 這個轉行不容易 怎麼會忽然有這個機能 可以轉到寵物去 其實跟我老婆 也會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寵物 然後我們兩個又喜歡料理 那在認識的過程中 我就是 我以前 我家裡就很多動物 然後 你都養什麼 貓狗一定有 幾隻 之前最多的時候 有大概七八隻吧 你是收容所 沒有 我就很容易撿到貓 老師 你說人是這樣子 對 你自己就是 你自己都吃不好 對 你自己都吃不好 不是 有的人 藝人我聽說 他們沒撿回一隻狗或一隻貓 他就會發現 那陣子他的運氣 會突然的忘 於是他就會一直 把他的愛心 向外去撥散 重點在於 老師 你這是好的說法 那有些人他自己都養不起來 還在撿口撿貓 不是 就像我有時候 我會做一點好事 我捐個十萬二十萬 我沒有無所求 可是接過來的聲音 是一兩百萬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看眼前 我沒有飯吃 我吃比獸更有福氣 那這個是真的 藝人轉行有個最大的盲點 最大的危機就是 別人開什麼店都沒事 你開的店 便當有蒼蠅 就是頭條 對啊 難道我不想 難道我不想開四年生計公司嗎 我Case接不完了 可能我的案子 水管漏水 他說 命理風水老師 水管爆裂造成怎樣 所以你們開這個 你們藝人開店 要三四 頂多只能走在幕後 真的 對啊 那你這個寵物 因為自己養很多 因為養很多 然後再加上我的 因為我最喜歡的是狗 那我那時候 家裡的兩隻狗 年紀都大 那為了讓牠們吃東西 吃零食 不要吃到太多 外面有的時候 會添加東西 所以我乾脆 畢竟自己也學料理 所以乾脆自己來研發一些 完全沒添加 像鮮食或是零食 結果我開始烘了一些肉乾之後 在某些場合 或是錄影的時候 我可能帶給也有養狗的 藝人朋友吃 那牠們吃的時候發現說 很好吃 牠們家狗非常喜歡 那我在那個時候 就覺得 好像這個可以來做 擴大一下 你的寵物林 是有什麼獨家配方 獨家秘方 其實沒有 因為其實滿多人在做 就是純手工 然後什麼都不添加 就雞胸肉或是純肉品 就是狗狗身體不會有負擔 那成本很高吧 你純雞胸肉這樣烘乾 一開始真的 我如果自己去大賣場 買回來烘的話 那個成本真的超高的 對啊 但真的還好認識了我老婆 因為牠就是創業了十幾年的 就之前自己開店 經驗 對 然後牠就 然後我們兩個 都有認識的肉商 然後還有認識的那種 器材商 所以我們就這樣找到了 比較便宜 而且是很好用的大型的機器 商用的 然後肉的話 我們找到源頭 那進的貨都比別人去賣場 買得便宜很多 而且他們很感人 他們在賣之前有沒有 狗罐頭他們自己都會 他們夫妻都會先吃這樣 真的 先試吃 之前沒錢很餓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一起吃 對啊 對啊 真的啦 我要說了啦 我以前 聊到肉貨的時候 也是狗罐頭配飯 然後沒有水 真的 拿那個醬瓜的瓶子有沒有 接魚水來喝 炒在那邊 人都有起起落落 我烘了這個肉乾 什麼都沒添加 真的啊 其實人吃也算健康的 所以後來我這樣推... 除了貓狗很喜歡以外 我現在還有一些人的客戶 專門跟你買狗 專門跟你買狗 健身的 健身的 因為什麼都沒有 我那時候給他 他說 我說你家是養什麼 他說沒有 我養我自己 真的啊 然後他就買回去自己吃 自己做健身 哇 重量訓練做完 然後給一個那個 對... 吃一個寶路 吃一個什麼狗罐頭 不是狗罐頭 不是狗罐頭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這樣還真不錯 又簡單又方便 我也跟你買飯 好像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送你 我現在送你 其實我未來也是想要做成 因為大家都現在跟自己的毛小孩很好 所以我想要做成 就是那種人寵可以共識的東西 現在正在研發 未來可以繼續做 真的 你看我在桌上吃這個 一樣 他在下面吃一樣的 很好啊 就你良心比較過得去 對 我們都一樣 來 我們這邊先請華文夫老師 幫我們算一下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天生事業運超旺 生肖多有 但是是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那麼觀眾朋友 你注意喔 看看你有沒有上榜 他本身的貴人 會在流年的兩個重點地方 一個就是夫妻公 一個就是遷移公 這兩個西元森林尾數 在2022真正的貴人是 枕邊人 愛人 情人 包括配偶 你看你的貴人 真的 唯一的貴人 多聽他的話 整個來說都能逢兇話題 極上加極 這兩個月 超旺 十二生肖多有 但是是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那觀眾朋友 你注意喔 看看你有沒有上榜 這些人你看 十二生肖你多有機會 主要是看你生在什麼月份 那麼你從一月 我們以農曆論 從一月到十二月 看你生到好月還是壞月 這幾個月就是特別好的 我這裡有長生月 見入月 地望月跟褲長月 好 先說什麼叫長生月 長生月就是在那個月生下來的 生生不息 我這裡寫著 生生不息 一直的茁壯 奮鬥力很強 一直想賺錢 要拚要拚 自然你這一生呢 天生的事業運超旺 好 第二種是見入月 見入月呢 我這裡也特別有強調 就是欣欣向榮 就是說他的意志力很強 看定目標我要拚 他在那個月生的人 天生對於事業心 就是非常的強 當然他成功的機率就特別的高 再來去更好的 地望月 直接就告訴你地望 那個月生的人 運氣特別旺 做一行 旺一行 賺一行 做每一行幾乎都是 不敢說保證百分之百 至少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他能夠成功的 還有一個叫庫長月 庫長月就是說 他錢才能夠收存 存得越多 然後他再去發展 發展之後又長 又賺又長 長的再去賺 這裡寫著 事業發展 錢才收長 所以這四個月的 這是特別好 好 那我就把它 簡單的唸出來 首先第一組 朱兔陽的 朱兔陽你是什麼月呢 農曆的 10月 1月 2月 6月 觀眾朋友看看 你有沒有上榜 第二個是狐馬狗的 狐馬狗是1月 4月 5月 9月 我1月 我農曆1月 然後我疏忽 那中了 中了 恭喜 開心 正好是老虎年到了 真的 特別好 好 下面蛇雞牛的 蛇雞牛是農曆的 4月 7月 8月 12月 然後最後猴鼠龍的 7月 10月 11月 3月 那麼激勵來講 大概應該是三分之一 唯一有中 都有中 牛的12月 恭喜 都中了 可是天生四月運望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說 你這一生你都不工作了 不努力你就忘 不是這意思 這是說你有這個運氣 你還是要自己把握 自己要拚 自己要做 考慮清楚 你就會成功 接下來趕快 詹老師 2022年已經2022了 哪些紫薇靈洞術的人 可以一掃陰霾好運連連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一個是財富貴人 一個是生活中的貴人 天葵天月就是俗稱的 生活中的貴人 生活中的貴人 對 生命中生活中的貴人 跟可能它涵蓋了財富 健康 生活 智慧提升 所以一切我們稱為 長輩貴人 對 那個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第二季段 會講錢財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們先講前三名好不好 第三名的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再看一下 就西元生年尾數 我們所說的這個 五跟九... 是 西元生年尾數五跟九 1955 1965 1975 1985 1995 1969 1979 1999 也有 我也有 它本身的貴人 會在流年的兩個重點地方 一個就是夫妻公 一個就是遷移公 這兩個西元生年尾數 在2022真正的貴人是 枕邊人 愛人 情人 包括配偶 你看你的貴人 真的 唯一的貴人 多聽他的話 整個來說都能逢兇化集 集上佳集 好事相成 OK 所以這個叫做我們所說的 他的貴人是流年的夫妻公 是 加上他的遷移公 所以南到北東到西 遠方有貴人跟你提西 包括登山游泳 娛樂都能夠逢兇化集 不再害怕 這是屬於第三名的貴人 是 其次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的是西元生年尾數 2跟3 1952 1962 1972 1982 1953 1963 1973 1983 我們稱為 這些西元尾數的貴人 一定在兔的公位跟蛇的公位 正好這兩個公位 是我們流年的父母公跟田宅公 如果你是宅男又是媽寶的話 所以反而宅男跟媽寶就好了 家人急需買賣房子 傳承家業 裝潢家裡面無所不能 沙巴通換 冷氣通換 電気通通換換 換大房子 機會難得 就是躺平子 一樣有花不完的錢 那我現在看到宅男 我反而要跟他交往 對 馬上追 這一年 好 這一年 只有這一年 就這一年 如果附近的話 那我還要 我拿那麼多通告 還要今天再講一次 其實就是父母跟長輩 長輩突然 意念一轉 覺得你也很辛苦 很孝順 紅包大包的 想像不到的 換車換房 就是靠這一把了 OK 那No.1 No.1 就是我們所說的 西月生的尾數 1 叫六星逢馬虎 1951 1961 1971 1981 1991的人 通通都是新年生的 你怕講太快了表情很激烈 新年生的 靠 六星逢馬虎 所以他的天葵天月在 屬虎跟屬馬的地方 正好這兩個公位 是流年本命公 跟他的四葉公 四葉飛黃騰達 左右逢源 考運亨通 心向四成 所以你要考試的時候 只要是西葉生年尾數1的 在這裡來說 補習班的老師 工作職場上的長官 還有學校的這個學長 都是大力相挺 那講完貴人 我們最重要的精采是 數鈔票啦 對 在座的各位 每個人都有露存心 這一年 露存代表服露受取的露 是 我的財神爺 躲在哪裡 給我出來 好不好 在哪... 馬上給他叫出來好不好 注意聽好不好 這裡很簡單 如果你沒有中獎的人 不要擔心 找相關的人抱在一起就可以了 多接近他 第三名的 叫做 聖年 西月聖年尾數 五的 什麼叫五的 一九五五 一九六五 一九七五 一九八五 喔 他們就是 以年生的 五 對 六種了 那他的財神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說的 在家靠父母 出來靠朋友 長輩父母給予金錢 心想事成 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這是第三名而已喔 第三名好不好 其實每個人都有 只是常常這樣不一樣 我抓出三個最重要的 第二名的 我們看一下 西月聖年尾數 七跟九的 七跟九的 正好他的財神爺 正好就在我們所說的 露存在 流年的官露宮 那很簡單啊 我們是在外工作 不是為了賺錢升官嗎 而在這一年 財神爺就在你辦公室等你 在客戶中發現 好棒喔 客戶中發現 客戶中同事 包括你自己經商 包括我們的客戶的支持 都是無往不利的 鈔票一直來 本來每年給你訂五百斤的 今年變一千斤 類似訂貨量 OK 最重要的財神爺出現好不好 最重要的財神爺 是我們說的 西元生年尾數 四的 1954 1964 1974 1984 他本身就是我們所說的 假年生的 所有假年生的人 他的露存一定是在老虎的公位 正好2022 老虎守本命公 你所有的列印命盤 你怎麼印怎麼找 你就發現今年的流年 有財神爺做手 你本身就是財神爺 你也可以帶給別人錢財 你之前投資也能獲利 你要錢人家給錢 要什麼給什麼 是屬於一個真正的 流年財神爺 好棒喔 所以多跟他接近喔 真爽喔 數鈔票喔 OK 謝謝 蔡維莊老師 參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 然後到去年的時候就是住進去 剛好就是四月住的 那時候好開心 又通告也滿滿的這樣 然後那時候五月疫情爆發 我剛好談好的一個大活動 然後呢還有好幾個業配常常 因為突然疫情呢 他們可能也不能出席什麼 記者會什麼的 全部都取消 我算算初估應該那時候 就立刻減少吸氣環 對 很痛耶 原來那種感覺 就是要做憂鬱這個感覺 我就是 自己每個人流年運氣不一樣 你說大家有人受影響 有人年終領四十個月 對啊 四十個月 但是 小優 小優也是屬於受影響的一群 對 受債務 她說當然因為收入減少 然後又要付房貸 很多生活費 所以你差點得憂鬱症 一路上雖然就是也沒有大紅大紫 但我覺得通告都算是OK 穩穩的嘛 所以才買了人生第一間房子 然後到去年的時候就是住進去 剛好就是四月住的 那時候好開心 通告也滿滿的這樣 然後那時候五月疫情一爆發 我剛好談好的一個大活動 然後還有好幾個業配常常常 因為突然疫情呢 他們可能也不能出席什麼 記者會什麼的 全部就取消 我算了算出姑 應該那時候就立刻減少十幾萬 對 很痛耶 然後再加上我那時候是 人生第一次搬出去煮 所以我沒有自己 在家裡這麼久過 連那個煮飯都自己這樣子 煮到那個電鍋菜也燒起來 我不太會做菜 然後那個什麼 我要燒個開水 燒到那個手把都斷掉了 就是因為在家裡做菜嘛 然後我還想說 要直播給那個粉絲看 結果直播煎豬排 煎到也燒灰搭 然後就那時候就覺得怎麼辦 就是完全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然後我又沒有 不敢跟家裡說 我審視了好幾萬 原來那種感覺 就是要做憂鬱症的感覺 我就是 我真的是在家裡看著電視 就一直哭... 然後也睡不著 就那時候疫情 大家不都什麼天亮才睡嗎 我真的都是什麼 八點都睡不著 然後呢 朋友打給我 毛病病我在講很開心的事 我就說 對啊... 我們等那個疫情之後 再去哪裡 然後就突然就哭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像 那時候我就上網 好像真的自己有一種 憂鬱症的那個症狀出來 對 江老師你發現什麼 他本身 講那個火燒起來 固然是事實 但他是農曆一月生的 他的天搖心手牛年 天搖路線招手成親 他是因為 什麼東西 他去年... 他去年... 他牛年的時候 追求結婚的慾望很強 這時候有幫忙這個... 詹老師給你正能量 對... 那是一個... 原來是我慾火燒 不是憂鬱症 追求... 追求美少男 這種他得失心很重 你先講的是慾望的慾 慾... 是慾火燒 慾望的慾啦 慾火燒 那你那時候怎麼... 怎麼讓自己釋懷走出來 我覺得真的好險 有朋友的關係 他們那時候都知道 我一個人在家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滿憂鬱的 然後他們就是會晚上 視訊給我 就說還好嗎 然後我真的有感受到 那個關懷 然後他們會幫我叫外送 就是我可能起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他們就說 小優那個我幫你叫外送 到樓下了 他們怕我不吃飯 我那時候疫情瘦了三公斤 對 因為就憂鬱啦 然後整個又沒有工作 然後也沒有朋友 那個... 那時候也沒有出去有局這樣子 所以就真的這樣受傷 而且我那時候 除了損失那個十幾萬 本來也有跟朋友 年初討論要開什麼 早餐店什麼 也留局 一衰兩衰再衰 你知道嗎 就會弄那個心情 才剛搬進新家 想說財運要來了 你講這個問題是人家 就講說通常新房子 不是要忘三年 不是嗎 對 我們這邊問一下李型老師 是 你身處要有什麼禁忌要注意 應該要忘三年 他怎麼... 那是因為大疫情 是全世界的問題 對... 老師我那時候都有遵守 什麼那個牆壁要撒錢 床底下撒錢幾點 都有啊 該拜的我都有 那我今天整理了幾個重點 給各位朋友作為一個參考 首先我們在入宅之前 不論說我這個房子是一個新房 或者是我買的是一個二手房 但畢竟這個房子 在我們入住之前 跟我們自己的氣場 不見得是吻合的 所以其實在命理裡面 有句話 叫做趨吉避凶 正確來講 應該是要先避凶再趨吉 所以我們在搬進去之前 記得一定要先進宅 乾淨的淨 淨化的淨 那淨宅它會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那就是所謂的照虛號 那照虛號的定義就是說 我這個房子 我在入住前三天 當然最圓滿的 我是七天 我要有充足的陽光 要讓自然的採光進來 如果實在沒有採光的話 至少我在屋子裡面的燈光 我要照三或者是七天 三到七天 是不是都不能關燈 對 都不能關燈 絕對不要抱持一個僥倖 或者是省電的心態 因為這房子一住 可是不是一兩年 也就是十幾年了 好 那再來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像那個小優 你剛才有說有灑這個鹽米 對 那這個灑的鹽米 它也是有講究的 不是說我隨隨便便去 那個便利商店 買個鹽跟米加進來就好了 那最後 因為我們是要淨化 我們要這個 可能要這個 趨吉避凶用的 所以最好這個鹽米 我在附近的土力公廟 我稍微先過爐一下 然後我在房子裡面 每一個角落灑 當然前段時間有個新聞 這個灑的鹽米盡量 我們就灑在屋內就好了 不要灑到屋外 對 因為我們是要把屋內的一些 可能不乾淨的氣場給去除掉 但是屋外的 跟我們本來就沒有關係 那去灑到屋外 你去沾染到屋外的 那就比較不好了 好 那再接下來 還會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呢 是所謂的風聲法 其實風聲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入住之前 我們要把房子的這個窗戶 全部都打開 那最好是挑五十的時候 因為一天當中 我中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相對是正能量 比較旺盛的一個階段 全部都打開 對 打開 讓這個外面的風進來 可是如果說 真的通風不好的話 我建議 我們可以用這個電風扇 我放在窗戶旁邊 讓外面的氣場進來 那這下一個是所謂的水起法 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有聽說我在入宅的時候 我要煮柴水 對 其實它就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一個水起法 主要就是說 我藉由這個柴水它的水氣 慢慢的散到家裡面 每一個角落 它也象徵的柴源滾滾 那最後一個就是火法 那這個火法 我們可以手拿著酒之成香 為什麼要酒之呢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淨化用的 那酒又是吉洋之樹 所以我們拿這個成香 像薰蝦裡面的每一個角落 自然而然我這個就禁宅了 那這下一個是什麼呢 那我們在入宅的時候 也很講究 我們入宅不能夠空手禁門 最基本的 其實在以前老祖先 在這個家裡的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醋茶 那如果說現在的年輕人覺得說 拿這七樣東西很奇怪的話 至少我帶一些吉祥物 比方說鳳梨啦 或是這個菜頭啦之類的 然後祝的 記得我們進門要講吉祥話 那吉祥話是什麼 比方說 雙腳踏進門 錢財進家門 要或者說 福祿受採洗 乾坤圓坤力爭 吉祥話上網 Google很多 對 自己找 不要用太大壓力 那如果說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講一講 我對於這個新家的期許也可以 那前面兩件做到後面三件 就更簡單囉 比方說我要保持一個好心情 我好不容易買了一個新家 我們都說新年新希望 對不對 買新家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心情要好 絕對不要吵架 要吵架等離出完了之後 到外面吵 不要再新家吵 那還有呢 那就是通常會建議 入宅不要在晚上的時間 晚上的定義是指 我這個有時之後 就是不要晚上入宅 那最後一個呢 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都會拜地基主 千萬不要認為 拜地基主不重要 覺得這是很傳統的事情 我不做 為了嚴謹 畢竟我剛剛說了 這房子不是住一兩年 是要住十年 二十年 甚至是我要退休生活用的 越嚴謹越好 真的 謝謝老師 老師另外 2022年是我們的金虎年 那什麼方位的房子 容易破財 要特別注意 又該如何化解 他克服了挑戰 而且展開了閃亮的人生 那麼來到了2022年 這些陰霾 終於能夠煙消雨傘 你也克服了這些親情的障礙 最主要是開了智慧 能夠化解這些來自於親情 家庭的一些煩惱 那麼克服了挑戰以後 就能夠展開閃亮的人生 2022年是我們的金虎年 那什麼方位的房子 容易破財 要特別注意 又該如何化解 通常我們講這個房子的風水 要破財會分為三種 一個是健康破財 再來是是非破財 還有所謂的意外破財 那麼其實每一年 每一年他流年的運勢都不一樣 房子也是講流年的 那麼在2022年 到底哪些方位的房子 又或者說你的房子 是在什麼地方 要特別留意 避免這些破財 今天跟各位朋友 一起來分享 首先第一個 如果說您家的房子的坐像 是坐西南朝東北 那要注意 你們在中宮的地方 有可能會造成所謂的健康破財 好 那其實我們所有不好的方位 我們要想辦法去讓它的影響程度 降到最低 有幾個邏輯 第一個 務必保持乾淨整潔明亮 第二個 我盡量不要去敲打 敲打的定義是 我這個裝潢 釘釘子 這些盡量去避免 可是如果說我實在沒有辦法避免 比方說像是坐西南向東北 我在房子中間的位置 那該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我會建議 不妨我們擺一些金屬的吉祥物 像是金 銀 銅 鐵 錫 鋁 這些材質的吉祥物 生肖的擺件 藝術品都可以 那麼如果說要更嚴謹 謹慎 準確地講的話 我建議可以放銅葫蘆 那第二個坐像是什麼 就是做東北朝西南的 如果說做東北朝西南的坐像 要注意 家裡面的西南方 如果說是廚房 或者說如果說是開的大門 為什麼這兩個地方很重要呢 因為我每天進出家門 開門關門都在引動 我每天開火都在刺激他 所以做東北向西南的朋友 容易在2022年 也會因為健康破財 不妨可以考慮放一個銅葫蘆 那麼對於做東北向西南的朋友 在2022年至少在健康破財 這一面 這一部分 我們可以讓影響漲到最低 除此之外 第三個坐像 坐北朝南的朋友 也要特別注意 這個坐北朝南 自古以來在中原地區 這是一個標準的坐像 那在2022年 正西方要特別留意了 容易會有是非破財 那我們如果說要透過一些很生活的方式 讓這個破財影響漲到最低 我建議可以在正西方 放一些水種的 水災的水養的萬年青 放幾隻 要放六隻 那我這樣放進去之後 那自然而然 對於我在正西方的一個氣場 它就能夠把這個是非心的能量 慢慢地給宣洩掉 最後一個坐像 是我們的坐西朝東的朋友 那坐西朝東的朋友 在2022年 一樣要注意正西方 可是在正西方 它主管的是另外一種破財 叫做回路破財 這個回路破財 其實回路和祝榮 是我們中國的兩大火神 所以回路之災 祝榮之災 它就是象徵的 像剛剛小優跟我們分享了 在家裡 這個明明好好的用電鍋煮開水 突然水燒乾了 好好的煎一個魚 明明平常煎魚都很漂亮的 可是在2022年 就特別容易把魚給煎焦 還忘記自己火沒有關 都還怕燒灰燒燒燒 對 這個就要特別留意了 所以在這個2022年 坐西朝東的朋友們 在正西方 我會建議你 你可以放一些黑曜石的吉祥物 只要是黑曜石材質的 那它的整體的形象 它非常的吉祥 讓我們看起來心情很好 其實放這些物品 自然而然對於我們在2022年 可能會導致回路破財的影響 它的就會能夠降到最低 謝謝老師 那趕快回到星座 我們說點吉祥話 問一下艾菲爾老師 什麼星座的2022年 能夠轉運成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星座的圖板 請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你的太陽星座 還有上升星座 那我們來看一下來賓的部分 那個小優的部分 太陽星座是雙魚座 上升是射手座 那麼唯一的部分 太陽跟上升都是射手座 那我們詹老師是雙魚座 那有誰幸運上榜 第三名上榜的恭喜 如果是獅子座的朋友 要恭喜你 2022年 你能夠轉運成功 特別是在哪一個部分 是健康平安 獲得新生 那麼過去幾年 這個獅子座朋友 普遍都會有健康的問題 不管是大病痛 或者是小病痛 你感覺到過去幾年 就覺得是說 經常要去醫院去看病 那麼再加上過去 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麼獅子座朋友 普遍會有一些心情上面 比較不開心的一個狀況 那麼到了2022年 恭喜獅子座朋友 你能夠獲得的是健康跟平安 獲得新生的感覺 這種能量 是來自於自信以及喜悅 那麼演藝圈裡面 也有獅子座朋友 在2022年 重新就是付出 特別是在元旦的時候 有一個獅子座朋友 他成績兩年以後 又再度重新出發 而且獲得大家的喜歡跟獅子座 是...他就是獅子座的朋友 沒有錯 就是獲得了新生 那麼我覺得 大家要給身邊獅子座的朋友 給他鼓勵 因為2022年 就是獅子座 重新獲得新生之年 再我們看一下 第二名的朋友 也能夠轉運成功 我們看一下 是天蠍座的朋友 天蠍座的朋友 能夠在2022年 轉運成功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克服了挑戰 而且展開了閃亮的人生 那麼大家會問 天蠍座的朋友的挑戰是什麼 那麼在過去2021年 或者是2020年 天蠍座的挑戰 有可能是家庭的挑戰 有可能是婚姻的挑戰 有可能是一些 跟父母相處的一些挑戰 這樣的心結 在困擾天蠍座的部分 其實還蠻明顯的 那麼大家如果說 你是天蠍座的朋友 你一定會覺得說 過去跟父母的相處 比較多摩擦 或者是跟伴侶之間 比較多誤會 或者是跟子女的相處 比較多一些衝突 或者是矛盾 那麼來到了2022年 這些陰霾 終於能夠煙消雲散 你也克服了這些 親情的障礙 最主要是開了智慧 能夠化解這些 來自於親情 家庭的一些煩惱 那麼克服了挑戰以後 就能夠展開閃亮 的人生 所以2022年 天蠍座的朋友 也能夠順利轉運成功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蔡羽羊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雙魚座的朋友 這麼準 是 這個不得了 這個已經超越唐叉羊了 不行 我今天穿得閃亮亮 是 雙魚座的朋友 能夠轉運成功 什麼部分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是 是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小優 跟我們詹老師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他們身上所展現的自信 跟笑容 都是大家最喜歡的 那麼大家一會問說 那雙魚座你的陰霾是什麼 其實雙魚座的陰霾 在過去一段時間 就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自己跟自己不開心 自己跟自己比較容易焦慮跟煩惱 那麼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其實你已經很好了 你已經很棒了 為什麼還會有這些不開心 沒有辦法 因為雙魚座 自己比較會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自己比較會是為自己 訂定高標準 那麼來到2022年 他覺得說 這一些目標 這一些困難 他慢慢已經開智會能夠化解 隨著陰霾的散去 他覺得那一種比較開心的 快樂的愉快的笑容 又重新開始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 獅子座 天蠍座 以及雙魚座的朋友 2022年都能夠轉運成功 祝大家 天啊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來 去一下金融座 馬上回來 他是生肖屬老虎吧 是 是不是 那這個優是不是帶著人 是 人虎相逢必有一傷 有了愛沒有性 有了性沒有愛 這個優又傷到了他 所以這小優不行 我給你建議一下改一下好不好 好 藝人朋友都不接受我的改名 到下面有幾個紅人 證據都出事情了喔 不是講你喔 另外一邊就給你參考一下 幽靈的幽 老師 幽靈的幽 幽 幽幽 就有幾例嗎 因為 歡迎回來 你好好玩 來 問到小優 說你的感情因為 也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剛剛詹老師 早就看到妳這個 對 老師真的看到我了 我真的覺得我疫情這個事情 除了影響到我的那個事業 導致我可能有點那種 憂鬱症上升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感情 這個是讓我也是覺得 搞不好今天公正人 不是你是我了 好像沒有疫情了 如果沒有疫情 完全是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我絕對會 而且我是那種 如果我現在感覺對 因為我們雙魚座很看感覺 如果我現在遇到一個 感覺很對的 它也OK 我覺得我是可以馬上結婚的 就地結婚 對 因為我覺得我是 滿需要愛跟那種家庭觀 我是覺得就是要結婚 一定要找到一個對的人 因為我現在身邊很多朋友 都會說不婚主義什麼的 可是沒有 對啊 每個人不一樣 有些人是 一個人他就是飄飄盪盪 像失了魂一樣 他就是要有兩個人 他整個人就穩了 就有家庭 真的 我覺得在追求事業 跟所有事情上面 我覺得愛情是可以在我背後支撐 如果我今天有個我愛的男人 在我背後 我會很有力量那種 然後所以我就在今年的 大概三月吧 然後有個朋友介紹一個對象 我跟你講 做什麼的 先講一下條件 這樣好嗎 可以啊 你不講我講喔 你知道 你不要這樣 我都知道喔 在家裡是有小事業的 你先講外型 我不要講那麼明顯 但是我覺得他非常陽光 然後年紀比我大一點 然後他也就是 很愛寵物什麼的 我就覺得 他很好 好加分 然後那時候 就是剛認識的時候 先聊幾句就有一種 你知道當你遇到對的人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電流感 他什麼星座 他不要講 不要講... 不要這麼明顯 我真的害羞 因為我... 目前還在交往中 沒有... 我就是要繼續講這個故事 然後反正那時候就是 有一種天雷公的地火 我就覺得天啊 我的月要來了 那時候三月遇到他的時候 因為剛好我三月生日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遇到他 那是我的生日的禮物 然後我們聊天 也就是聊得滿開心的 然後出去看電影 然後他非常的紳士 就是也都沒有碰到我什麼 可是他就會 比如說幫我拿爆米花 然後會先讓位子給我 幫我開車門等等 還以為 跑家 不行 老師 你都不會幫人家開車門嗎 雜男幾個動作 我再告訴你 快點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 而且他 比如說我們聊到一些 未來的事情 他就會覺得說他希望 以後就是 如果就是交往一年 就可以以結婚這樣子的 路上去簽證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會說 結婚 我現在沒有這個打算 現在很多男生都這樣子 但我覺得他是有 這個未來目標的 我就覺得這個三關隊 這個可以去經營 結果 五月就進入疫情 我們大概才約會了兩次 結果就疫情了 然後剛開始可能還會 講個小電話就說 對啊 最近就沒有工作 在家這樣子 可是因為那男生就是 他也不是那種 會一直跟你聊電話 包電話粥的人 然後開始訊息就比較 少回覆了 然後可能也就是 沒有這麼有互動 他沒有見面的時候 就覺得那個距離改一拉開 一下就涼掉了 真的就涼掉 才約會兩次 才約會兩次 那個熱火已經上來 我的戰袍都準備好 第三次約會要穿 都還沒有連結 就直接就涼掉了 就直接涼掉 那個粥就直接涼掉 就整碗桶去倒掉了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惜 最近這幾個月的時候 我可能就有 這種更深的課的感覺 是我身邊的朋友 你看 甜甜也結婚生小孩了 每天都在曬 甜甜真的很 讓人覺得很勵志 真的 甜甜每天在曬 她的那個女娃罩 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像有一天我只不過是 朋友好久 你看因為疫情 很久沒聚會了 然後我就有點去個同學會這樣子 我的高中好姐妹 那一天去 每個都一拍... 我一個人形單影製的 坐在那個鍋尾 那個杯子都涼掉了 肌肉涼掉了 這樣我真的很想翻桌 有沒有 真的 就是每個都是兩個... 然後我在找位置 很好找 就一直有一個 只有我的位置 好 我就坐下來 開始跟大家話家常的 的時候 這時候我突然一個女生 朋友就說 小優... 這個是我男朋友 我才第一次看到她的男朋友 祝福 兩個人 對 我們要結婚了 我第一次看到男朋友 就炸我 我當然就 恭喜... 她說 對 而且我已經懷孕了 什麼都有了 直接炸裂這樣子 然後就 恭喜 在我左邊這一對 太好了 緊接著說 小優 因為你比較晚到 我明年六月辦婚禮 有一個 一個桌子也才六 九個人 然後馬上炸我兩次這樣 所以我真的在今年 也因為這些刺激 我就去做動亂手術 是 對... 就覺得 但是從你的故事裡面 剛剛詹老師已經... 關錄音已經關到了 老師 說前面那一段不可惜 是渣男嗎 對 為什麼 不可惜嗎 不是 還好你沒有跟他結合 看起來越好的男孩子 你越難駕馭 一般小女孩子喜歡高富帥 只能三折二 就已經幸福美滿了 在愛情當中 我們說的是 民憤 性生活 金錢 也只能三折二 等一下 民憤 性生活跟財富 只能三折二 我看過 我看到周到的婚姻 都是這樣子 哇 那如果只有民憤跟 性生活 那就沒有財富 沒有財富 就是老公不會賺錢 靠老婆養 那只有性生活跟... 錢 沒有民憤 只有錢 小三 就就是小三 很準 那你要的高富帥好不好 也不可能 像我就屬於矮 又富又不帥 我就知道你要講到這邊 不是 我講 我會重... 好險他有承認他很帥 小老師只有不高這一個問題 其他又有錢又體貼 不是 獨立哥哥 人還挺帥的 對 還單身 而且老師又大發 禮婚七年 而且他是溫柔的 對 很溫柔 我跟妳報告一下好不好 男怕窮 女怕醜 所以醫美生意這麼好 女生只要漂亮 什麼都有 男人努力工作有錢 什麼會沒有 那講到妳的問題好不好 妳的問題很嚴重 老師 我跟妳講 妳先不要說我醜 我會哭喔 你怎麼會很醜 可惜啊 名字取錯了 好 以異名為主 異名 異名好不好 是名字 你應該是生肖屬老虎吧 是 是不是 老虎要壯大 要大優 老虎要大 小變成... 蟹變成貓 老虎變病貓 當然我不是看不起貓 我不要誤會好不好 就牠變貓 可惜了 做不大 那這個優是不是帶給人 是 人虎相逢必有一傷 有了愛沒有信 有了信沒有愛 這個優又傷到了牠 所以這小優不行 我給妳建議一下改一下好不好 好 改成那個優 我還是把妳優保留 叫優優軟藥膏那個優優 優優軟藥膏 優優 對... 優優 因為心有肉 老虎鼠木 火木又香生 優優 優優軟糕那個優優 對 擦香的腳那個 擦... 你不要擦她 其實那兩個字是好的 對啊 是好的啊 我知道 藝人朋友都不接受我的改評 到下面有幾個紅的 證據都出事情了 不是講你 另外一個給你參考一下 幽靈的優 老師 幽靈的優 幽... 幽... 這極力嗎 因為幽靈的優是不是一個山 有沒有 一山有一虎啊 你有兩座山啊 你是兩山中的一虎啊 不得了啊 可是兩個幽靈優感覺 我真的是很像灌落影 我苦口婆心啦 我為妳好啦 我覺得優要高 兩個優還... 還不錯啊 對不對 比幽靈的優好 所以我苦口婆心 這些人講過通的啦 那我就講給你 流年好不好 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流年好不好 你要聽我的啦 她是 唯一 我幫她看過陽宅 記者採訪 她還會讚美我的 還會感恩我的 所以我真的一定要幫她 拜託 她真正會結婚 注意聽好不好 這裡遇人... 這次遇人好不好 老師可以喔 她真正會結婚 她真正會結婚 2023年 一定結 明年啦 也快了耶 因為她的天遙心 注入在她流年的夫妻宮 叫做被動桃花 被動桃花 她牛年2021 是主動桃花 到處找男人 你要不要娶我 我要嫁給你 你很好 我很好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找男人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企圖心太強 人家也會嚇到 嚇到 一開口就說 我自己想結婚 對 我很好 我差點有一天那個 外送人員 我都快要跟他說 你要跟我結婚 因為天遙路線 遭所成心 他是一月生的 所以2021是天遙路大運 但是2023 追求的人太多了 哇 不得了 可以期待好不好 從這個天遙 就知道很多的學問在裡面 老師講到天遙心 那我們趕快問一下老師 2022年 哪些紫薇靈洞樹的人 感情可以開花結果 我不免想要打廣告 什麼秒 十秒鐘好不好 小馬 張克帆 王思佳 都是我預言散婚 包括林志玲 報紙都有寫 張克帆 是... 他們都有講說 確實是我把他們預言到的 其實不難 你們大家都可以 從農曆生的月份 就知道他哪一年會想結婚 或被取走 很精準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講重點 我們先看看 其實我們在引婚的朋友們 我在事業上 求人際桃花 事業桃花 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以在2022年 洋宅風水上 我在西南方 我應該怎麼做呢 除了保持乾淨 整潔明亮之外 我可以放一隻跳躍馬 自然而然 對我的這個人際桃花 事業桃花 它就會有非常明顯正常的幫助 我們講重點 我們先看看農曆分 農曆生的月份 來排行有 第一名 第二名 跟第三名的 那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說的是 第三名的 就是我們說的農曆 我們所說的 11月生的 11月 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場的人來說 你們所有農曆11月生的人 你的那個桃花心 一定在這個亥的宮位 這個亥的宮位 正好是2022的 子女宮 子女宮代表 生殖性生活 生殖能力 代表那時候很想傳宗接代 很想 那麼我們稱它為肉體之愛 那麼也有可能會先有後婚 但是一定要得到認同 才做這個事情 否則會危險 所以農曆11月生的必準 OK 那個如果說我想追這個人 他是農曆11月生的 他又害羞 我就可能跟他溝通一下 那我們現在有個小孩在結婚 這就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我們說的 農曆12月份生的 所有的人他的天遙 一定在這個 我們所說的子的宮位 所有人都在這個宮位 這宮位正好在 我們2022的夫妻宮 想結婚的人 每個人不是人盡可夫 人盡可選 哇 這麼爽喔 因為在這一年當中 農曆12月份生的人 他散發出來的魅力 無可阻擋 把握機會喔 對啊 那個人在運好的時候 你不知道 桃花運旺的時候 這個也來勾搭 那個也來勾搭 人在催的時候 那一點氣都沒有 對 一點喀都沒有 要把握這個時候 很重要 那如果 當然我還是要重新講一下 如果妳已經結婚了 妳的對象是這個月份生的 盯緊一點 這樣是不是讓人家 婚姻危機減少 那No.1的就是我們說的 No.1 2月 2月生的 農曆2月生的 他的本命 因為他是1月生的 對 我是1月 1月生去年的醜已經過了 過了 現在換別人了 輪流吧 所以農曆2月生的 在2022的流年本命宮 就帶一顆天搖星 代表主動桃花 很多很難追的男女 平常根本就 我們認為是尖若磐石 對愛情Say No的男女 只要他是農曆 2月生的 你就可以出手了 那個困難指數降低 登風的機率提高 所以他也等很久了 對 他那個 尋求愛情的那個火 就在這一年被你點燃了 誰先點 誰就... 接觸先燈了 對 就一個按鈕 一按下去就爆炸 農曆1月1號過的時候 農曆1月2號就去跟他約會了 那個一跨過去就有了 OK 謝謝老師 謝謝 歡迎老師 來 接下來我們 2022年的桃花方位在哪裡 虎年招桃花的風水要怎麼布局 我們問一下李勤老師 所以今天幫各位朋友 另外整理出來的 2022年兩個桃花位 那這個兩個桃花位 會針對兩種類型族群的朋友 一個是已婚要求姻緣的 一個 抱歉 是未婚要求姻緣的 另外一個是已婚要求人際的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 如果說是像小優這樣子 單身要求桃花的 那我們可以在哪邊呢 我們可以利用流年的這個紅蘭方 紅蘭是在我們居家的這個東北方 那我們常說紅蘭新洞 紅蘭新洞 那所以呢 那紅蘭新洞它也代表就說 我在這一年 如果說不管是我本身也好 或是我居家風水也好 我能夠在這個方位呢 我一個最基本的 一個風水佈局 或者我保持乾淨 純潔 明亮的話 自然而然就防止了一個氣場 它能夠幫助我們在 想要求這個脫單啦 想要求醫院啦 會有一個很好的幫助 那我們能夠怎麼來做呢 首先第一個 就像剛剛講的乾淨 純潔 明亮 再第二個我們可以放一個紅蘭新 那這紅蘭新代表了什麼意思 第一個我們是取它的形 它的這個心 指的就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一個愛心 這個愛心的心 那以它的材質呢 最好它是透明的 或者是說呢 是像水晶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種它能夠透光 然後我再搭配上我旁邊 有一個不管是炎燈也好 基本的一個燈也好 我去照的這個水晶的紅蘭新 照那個新嗎 對 為什麼要照這個新 因為液晶裡面有句話 叫做急凶悔令在乎動 所有好的跟不好的刻印 它一定要去引動 那其實燈光它的閃爍 它就是一種引動 那透過這種很自然而然的一個方式 我就能夠幫助我在2022年 我這個感情運啊 或是想要脫丹這個運勢 能夠大大提升 那除此之外呢 那如果說我已婚的呢 那已婚要求桃花 就是必須要慎重囉 好 已婚 已婚要求這個人際桃花的話 通常我們會找的是天喜方 那這天喜方的位置 剛好就在我們紅蘭方的正對面 也就是在西南方 其實我們在已婚的朋友們 我在事業上 我要求人際桃花 事業桃花 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已在2022年 洋災風水上 我在西南方 我應該怎麼做呢 除了保持乾淨整潔明亮之外 我可以放一隻跳躍馬 這個跳躍馬 其實我們是要取它的整體的形狀 我們馬有四隻腳在地上 吃草的 這個是屬於靜態的 另外一種呢 像是這種巴菌土 萬馬奔騰 我可能是有兩隻腳 或者一隻腳懸空的 這個叫做跳躍馬 為什麼要取馬 因為馬在命裡面 它代表的是機會 自然而然 對我的這個人際桃花 事業桃花 它就會有非常明顯 正向的幫助 提供各位朋友做個參考 但是前面想到說 惟毅的事業有點卡卡 但是事業卡卡 但是你的音樂也很好 那還不錯 所以你剛新婚 你當初跟老婆怎麼認識 其實我們是網友 網友 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兩個很早之前 就是社群網友的 聯友 可是根本沒見過面 就這樣子放了大概一兩年吧 結果在我開店的前期 那因為那時候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生意不是很好 所以有一天的禮拜六 下午就是在 背完料之後 在店裡面滑手機 然後滑著 就看到他貼了一篇 他在炒辣椒的一個照片 那時候因為我 店裡的東西也都我自己炒 所以我當然就很有共鳴 我就問他說 你是用哪些東西炒 想了解一下 比較一下 就因為這樣 然後就發現 你真的只是單純想了解 炒辣椒 有沒有一點點 還是想問他 辣椒的炒飯怎麼炒 而且你老婆那一張 比較有身材有露到 他炒辣椒有穿低胸在場 每一張只有辣椒 對啊 還是假炒辣椒真曰 曰吃飯 當然除了問炒辣椒 也是會想要跟他聊聊天 所以就遇到了一個機會 好突然 對 已經等了兩年了這樣 對啊 然後我就傳了過去 結果後來發現 那個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他也開店 然後他也都自己弄 然後加上我們兩個都喜歡寵物 就是因為從這幾個地方開始 慢慢有共通話題 都喜歡寵物 寵物 你也養貓 你也養貓 好可愛 然後另外一個就找台階給他 你可以來看我的貓 對啊 好空翻 對不對 來我家看貓 像我單身七八年 我也養貓 我本來很想去遛貓的 後來抓不住就有折返 抓不住 是不是要找人在遛貓 你要不要來你家看 對啊 來我家看貓 對 沒那麼快 但因為這樣子我們就 開始聊天 對 開始聊天 而且發現我們真的 對於未來的目標 什麼都很強 所以我們當時交往 就真的是提出說 那以結婚為前提開始 然後就開始就越來越穩定 然後我們也開始變成把 就是寵物這件事情 變成我們現在的事業 所以方向就是 非常非常的篤定 那我覺得時間到了 那時候就準備要求婚 那求婚的時候 求婚我是用 我覺得去年的時候 去年底 那我就抓在我生日那一天 去求婚 你生日 對 其實從以前就很想要說 求婚一定要是 我很想是出國求婚 就出國在飯店很浪漫這樣 但是疫情沒辦法 然後覺得 我們也在一起兩年了 覺得就該走下去 所以那就趕快求婚 那就想說好 不能被她發現 因為住在一起 所以我做什麼事 她都知道 而且幾乎我們出來 我除非是錄影 不然我們出門 她也都在旁邊 那變成我變成很難去 採買那些驚喜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困難 我成立了一個小群組 然後請朋友幫我各自去 帶買 採購 金買什麼 你買什麼 就是不管是氣球也好 對 花 或者是花 還有戒指 當然戒指我有去 只是也是在跟私下 甚至有一段時間 我會覺得我沒辦法 自己去拿戒指 還要請我朋友去幫我拿 反正總之我就 搬到我生日 因為我講到 用我生日趴這件事情 就是掩飾掉說 我要求婚這件事 然後同時又要聖誕節了 因為我食而一 我射手做了 那要聖誕節 就找一群好朋友來 然後辦那種交換禮物 那這樣子 因為這群朋友 在去年也玩過交換禮物 那他應該就不會懷疑 那在現場大家就 我們就安排是 指定要送禮的那種 那我當然是壓最後 然後輪到他的時候 我才把最後的 就是大禮物 整個大箱子搬出來 打開都是氣球 然後最底下放了一個假的 就那個鑽戒的也是氣球 然後最後他拿起來之後 我就要後面就是 拿出真正的戒指這樣 那天真的很緊張 其實然後我手抖到一個不行 抖到不行 然後根本戴不進去 我還以為是那個戒為量錯了 量戒為也很難 所以要量戒為怎麼樣 你要趁他睡覺偷量嗎 睡覺偷量是一個 但是因為他還滿容易醒的 所以我後來是趁他 洗澡的時候偷拿他的 平常會戴的一個戒指 那要怎麼偷量啊 就直接拿那個曬子 你要拿一根棍子回家去趕快 套一下 或是紙去畫 畫內圈畫外圈之類的 然後我在拿去 他們現場比較了解 他們就可以知道 大概是怎樣 那當下 人家都在搞這些事 對 那你媽湊的時候 忙壓力很大 我朋友壓力很大 我壓力很大 他沒有哭喔 他有啦 他有犯累 但是他沒有真的 他沒有預期中的哭出來 那你有哭 其實我後來哭出來 反而是我哭耶 戴耀恩戒指你哭了喔 就 我就 我忘記什麼時間點了 反而總之戴耀恩站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這邊已經 眼淚已經流下 流到這邊來了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是我哭啊 當然真的蠻開心的 當然要哭一下啊 因為你的債務作用 有人可以幫你還一半 我還挺想的 有人可以幫你還一半 有人可以扛一點點 對啊 靠自己啊 債務是夫妻 一半一半的 對...合理... 但是 老婆處女座 比你大幾歲 大四十歲 其實好事好 好事 真的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對 然後你覺得老婆 非常有幫夫運 你在2022年 其實有很好的事業運 你可以在事業當中 發光發熱 也可以在事業當中 獲得更多的一個成就跟進步 那麼你在拼搏事業的時候 家庭的部分 或者是說在內的部分 就需要老婆來幫助你 成為一個很堅強的靠山 所以想要成就你的事業的話 在2022年 你一定要成為你的老婆 我以為你 老婆處女座 比你大幾歲 大四十歲 其實好事好 好事 好事 非常好 非常好 對 然後你覺得老婆 非常有幫夫運 我覺得是 我覺得 一來我們又創了這個 寵物這個 而且牠生意現在很好 好像訂單都要排到半個月 甚至一個月之後才拿得到 然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整個心境是穩定的 就是你會知道說 那我未來 好 就像剛剛賭音哥有講到 我以前會覺得 我就是還是想工作 我還是想跟朋友玩 我還是 我也沒有想要小孩 但是 像剛剛如果聽到老師說的 就是今年真的會有 我還滿期待的 就整個人變了 你現在很想當爸爸 你說會想當其實還好 就很想那個家更完整的 穩定感 來 艾菲老師 什麼星座的人 2020要好好的疼老婆 因為老婆是真的貴人 請大家參考一下 太陽星座還有上升星座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是巨蟹座的朋友 2022年你要好好的疼老婆 什麼原因呢 因為對於巨蟹座朋友來講 老婆是你最堅強的靠山 那麼巨蟹座朋友 你在2022年 其實有很好的事業運 你可以在事業當中 發光發熱 也可以在事業當中 獲得更多的一個成就跟進步 那麼你在拼搏事業的時候 家庭的部分 或者是說在內的部分 就需要老婆來幫助你 成為一個很堅強的靠山 所以想要成就你的事業的話 在巨蟹座的朋友 在2022年一定要疼你的老婆 因為你的老婆 可以把你的家庭 可以把你的子女照顧得非常好 她是你堅強的靠山 再來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雙魚座的朋友 我們的詹老師有上榜 2022年要好好疼老婆 雙魚座的朋友 老婆是你未來的光明燈 這邊我也要大膽預言一下 我們的三位中老師 應該有可能會跟她的前妻 以及過去的老婆再婚 不要 千萬不要預言這個 我覺得有機會 把她前調不可能 有機會 為了愛朋友的預言求求你 救救她不可能 對於雙魚座來講 大家都知道 男生的雙魚座其實就是非常溫柔 也非常重勤奮 一定要的 那麼不管是婚姻當中的雙魚座 還是說有過婚姻的雙魚座 她對於自己的伴侶 其實永遠都是她的最愛 那麼如果是說 2022年雙魚座的朋友 你要好好疼老婆的原因 是因為她是你在人生當中的 一盞光明燈 因為她能夠指引你 一個很明確的目標跟方向 不至於在海洋當中迷航 我們也祝福詹老師 就是 插一句話 真的網路四季有沒有 真的有國外的網友 瑞士的澳洲的女生 知道我離婚了 她說你如果想再婚的話 我在這邊隨時等你 老師 我覺得那是詐騙 真的 老師 我現在很流行 你怎麼講話 怎麼變成 真的啦 我為你好 你們才祝福我 現在變成詐騙 真的 真的為你好 真的就是你 不要被騙錢了好不好 真的 只有你的那個錢 你怎麼這樣 老師他喜歡付一點遊戲點數 也無所謂 我們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處女座的朋友 要好好疼老婆 因為老婆是你最佳的左右手 那麼處女座的男生 在2022年 他其實有很強大的一個目標 他可能想成就自己的事業 有可能想開公司 有可能想做生意 那麼左右手的部分 其實你與其去找別人 找朋友 還不如委託你的老婆 或是委託你的伴侶 因為你的伴侶是不會離棄你的 不會跟你就是計較的 他會對你不離不棄 所以對於處女座朋友 想要創業中的男生 不要忘了你的辛苦 一定要跟你老婆多分享 因為他是你最佳的左右手 2022年要好好疼老婆 因為一定有好事會發生 最近那個便利商店 有賣一個春聯 我買了十幾張 上面顯示 老婆永遠是對的 你買十幾張幹嘛 你又沒老婆 我們有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貼滿滿的 這樣就不會發脾氣了 是... 很有用 來 黃福老師 大年初一要往哪個方向 走春接喜氣 好 今年大年初一 我們叫元旦 這是好日子 我們通常每一年都一樣 要利用這好日子 來行大運 就是走春迎喜氣 那今年的元旦 就是農曆的一月一號 是叫宜友日 那宜友日 我們通常這個喜氣方 這個好的方向 是用旗門燉甲去算的 旗門燉甲有年盤 日盤 那今年這個宜友日的日盤 它有我們通常找修身開的門 那麼這一次我們看一下 身門真開門 就身門的話是什麼方向 是在西南方 就是以你家為中心 就是以你家為中心 身門往這個 它通常也是楊貴方 就是另外一個名稱 它是往西南方走 那麼開門是往東南方走 從你家裡的中心為主 往東南方走 它是屬於財神方 所以你看你要求財 還是求工作 求財的話 你往東南方走 如果要求事業 求貴人 你往西南方走 那這種的這個貴人方 通常在目前臺灣 你可以說是家家戶戶 都有這個農民力 那農民力一般人都 大概都看不懂 在第一頁裡面有個圓圈圈 在圓圈圈這邊 它就會寫 每一年都會寫 今年元旦出行的 極方位在哪裡 就是依照它的日盤 奇門燉甲日盤去選的 那今年的這兩個方位 時間就是早上 晨時或者四時 晨時就是早上的七點到九點 或者你比較晚一點起床的話 也沒有關係 四時的話九點到十一點都可以 你找你的時間方便的 往那個方向走 那往向走 從你樓下的大門開始走 也不是說一直線 例如說這邊往東南方 一直一直線 通常有一個大樓擋著怎麼辦 沒有關係 繞過去 反正大方向往東南方那邊去就是了 好 那我現在把這下面 我們看一下有這些注意事項 就是行大運 利用好的日子迎接喜氣的一些 注意事項 第一個 鳴炮或墨倒 鳴炮我們不可能 古時候如果大人物是他出行的時候 家裡先放個鞭炮 驅邪迎擊 往那個方向開始去走 所以一般人就是墨倒就好 就默默的倒 我今年我要賺大錢 今年我要求好婚姻元 今年我要做什麼 默默祷告 然後開始踏步出行 正常的話是男方一開始走 先踏左腳 女方是踏右腳 然後開始往那個方向 就直接過去 那有些人身上可能還會帶一些 附身服或者吉祥的東西 也沒有關係 都可以 然後第二 途中不回頭 說吉祥話 就是你現在假定選定是東南方 那你往東南方走的時候 最好路上就不要再 走一走再回頭 好的運氣你就要迎接 迎往之前一直往過去 萬一錢包掉了怎麼辦 你一定不會掉錢 不逃 不回頭 我給你錢回來給你 那你如果真的掉錢包 我看你今年的運氣不會很好 這個重要的事情對不對 永往直前去 然後路上會遇到一些熟人 熟人可能會跟你打招呼的話 你就可以說個吉祥話 新年恭喜 恭喜花財 萬事如以 通常不必太聊天 然後第三 距離不拘 看你自己 你想剛好是一公里 以後五公里或者多少都沒有關係 目的地通常是什麼呢 可能是一個公園或者廟 或者是河邊或者野外都可以 你就自己選定 我要到那個目的地 所以你那因為每個人家裡不同 住在都市中心 或者住在郊外都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說路途就距離 就不拘 你大概走幾公里 走到那個地方 好 到那個地方之後 首先要納急氣 納急氣就是說你做個體操也好 做個深呼吸也好 今年最好的氣財氣 你接到了 來吧 今年的貴人的氣 今年的事業的好氣 你就接到了之後 回來不要走一條 同一條路回來 回來你可以去繞道 例如說因為這個時間過年 你可以到長輩的家裡 或者親友家裡去拜個年 或者路上有廟 進去廟燒個香 然後就是回到家裡來 這整件事情 我們叫做迎大運 或者就是走春迎喜氣 各位可以試看看 試試我們今年 接好運的這種機會 接觸喜氣來 好 謝謝老師 來 趕快我們請黃老師 接著給我們順子占卜好不好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一邊最開運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邊最開運 那我們的字面是這四個字 喜迎良緣 從這四個字裡面 選一字來測看看 那請現場貴賓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 請你選一字來測看看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邊最開運 請囉 圓 好 我剛剛第一個就看到喜 喜 我是迎 加碼圓 圓 贏 涼沒人選喔 是 那我選涼 好 我們先從喜開始 喜是優優選的 優優 優優 剛剛優優 你看喜很不錯 你看上面就告訴你吉祥的吉 就出現在這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一下喜的答案是 善於經營 事業大吉 都沒有 這邊是吉 這邊下面是善的結果 那當然是指工作方面 工作方面最開運 八十分 恭喜 通告傳滿 好 下面是贏 贏是唯優跟李行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選贏的話 答案是 理財有道 四處保籍 這個保要唸成台灣話 台灣話保籍 有些碳籍嘛 四處保錢 碳籍啊 所以說錢財不錯啦 這是錢財方面 行大運 九十分 恭喜 好 下面看一下梁 觀眾朋友 這個梁是主持人 還有觀眾朋友選這個梁的話 答案是 情郎多金 巧或嬌娘 男的就是女的 女的就是男的啦 反正就好婚圓在啦 所以就是感情方面 最開運七十分 好 最後是這個圓 是詹老師跟艾菲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您是選這個圓的話 是 這邊都有了耶 還有我們更好的呢 你看 這已經是錢財事業感情囉 是 現在還要更好的喔 是一百分的喔 是什麼呢 蘊土火紅 財務還全 錢財工作全部 就前面的錢財工作 全部都最好 所以是一百分 恭喜 恭喜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祝大家新年快樂 發大財 拜拜